遠景鶴槍實戰進到大型社區內 因為這裡居然隱藏一個職業賭場 遠景破門而入 大聲鶴斥要屋內所有人配合 電台 電台 有刀喔 手很舉高 放這邊 手放上面 手機要交出來 手機呢 放上面 你的手機也是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來到 轄內一處擁有五百多戶的大型社區 透過一系列的清源專案 發生這裡潛藏高風險犯罪處所 不僅深夜出入人員頻繁 而且相當複雜 完全不像是住戶 經過長時間跟肩搜證 發行有違法賭博情勢 確認是職業賭場 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攻堅查棄 成功逮捕包含零性賭場負責人 員工和賭客一共九個人 警方搜證時還發現 負責人為了規避查棄 還特別購買靜音的麻將桌 沒想到依舊逃不出警方的手掌心 遠景再次強調會持續大規模查棄 避免賭場藏匿在民宅中 衍生不必要的治安問題 想公開來賭場 有關於遺免的時期 在獨立時期間 他们被迫害到什麼